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去過日本朝聖超人活動的話 就會知道 夏季和冬季會有兩個大型活動 其中夏季的活動 Uru Dolaman Festival 簡稱是Uru Fest 今次就是想集中介紹在Uru Fest 中誕生的角色和形態 另外 要講解一件事 自從今年開始 原谷就將Uru Fest 改名 改成Ultra Heroes Export 2021 Summer Festival 簡稱是Uru Sama 今年最驚為天人的就是阿古魯獲得新形態 我想平成三部曲是不少特色迷的最愛 包括我在內 一聽到這個消息就是超級興奮 原谷還特意在日本的海之日公佈消息 其實挺有意思 所謂的海之日就是每年7月的第三個星期 這一日是日本的公眾假期 而Uru Sama 一般會在7月的第四個星期開始 其實每年馬高斯都會去日本追活動 不過可惜了 疫情搞得沒得親身去看 難得闊別23年阿古魯有新形態 真可惜 阿古魯的最強形態SV形態 就是跟超人階雅的最強形態一模一樣 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形態吧 當初TV的第25集至第26集裡面 代表著大地力量的階雅 以及代表海洋力量的阿古魯 兩位超人的大戰產生了影響 吸引到Johnny Mu來到地球 阿古魯的人間體 藤宮博雅 就把阿古魯的光之力量交託給高山噩夢 令超人階雅強化成為階雅V2 還能夠變身成為勝率100%的SV形態 SV形態的身體特徵就是混入了阿古魯的藍色 然後黑色和紅色的比例也大大增多 體格上也變得很強壯 這個形態就是由做過迪嘉 迪娜 皮套演員的大隻仔 中村浩兒去飾演 講述阿古魯的SV形態 本身舞台劇都是合家歡的超人大集合故事 所以就不要問我為什麼不同世界觀的超人會同台出現 今次的故事登場的超人分別有 Toriga 迪嘉 迪娜 加尼亞 阿古魯 Gurijo 最終戰還有Obu 和Majeto 然後押軸登場的就是初代超人 自從Obu那年開始 初代超人就是由英井孝宏配音 而其他登場的超人全部都是原版演員配音 而且幫迪嘉配音的人雖然不是長野薄 但是竟然是迪嘉以前叫聲的真地勇志配音 所以今次的陣容可以說是超級強勁 然後裡面的詳細故事就不多說了 單刀直入講阿古魯 踏入最終戰的時候 阿古魯就和破滅魔人戰鬥 過程中還重現了當年破滅魔人搶能量的一幕 然後阿古魯不夠打還佔下風 於是我夢就現身 把嘉雅的光之力量傳給騰宮 得到力量之後就強化成為阿古魯的SV形態 與嘉雅的SV形態如出一切 阿古魯就是兩隻手的位置增多了黑色和紅色的部分 雖然是活動的舞台劇 不過一定是有經緣谷去監修過 看來嘉雅和阿古魯的SV形態 能力上其實是共通 阿古魯的SV 擺的戰鬥動作和必殺技 Foton Stream 都是一模一樣 成場最終戰內嘉雅都沒有現過新 只有最後總結全員登場的時候 才跟著初代超人出場 可能是想表達交了力量給騰宮 所以自己就變不了新吧 而這個SV形態其實是上當年已經存在 不過只是停留在設定上的階段 近年推出的TDG設定集中 亦有遠山號當年的手稿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買來看 說完男神的藍色巨人 今次就輪到女女的藍色巨人 就是近年活躍在網劇的SOLA 這位女超人SOLA 就是由潘衛美去配音 其實最初登場在2018年的Urufess 造型上就是用電影超級銀河傳說中 光之角藍族女露人的皮套去改成 戰鬥的時候會披上有彩虹寶石的白色海鴿 而這個白色海鴿其實都是循環再用 在1997年Urufess裡面 有一個角色叫做光之妖精 花娜 這位妖精就是身穿著一模一樣的海鴿 不過員工就沒有交代到底有沒有直接關係 設定上 這位SOLA是藍族的女超人科學家 還開發出將正面的情感和歌聲轉化成為力量的裝置 簡單來說就是現場觀眾的應援聲音 舞台劇裡面SOLA負責迎接來到光之角的超人之道 另外在網劇裡面也知道 她是超人V博多的青梅竹馬 也是超人光明的得力助手 還會跟隨王女尤里安去其他星球到外交 後來還加入銀河救援隊 可以說是一個多方面發展的角色 也是少有地會把舞台劇的角色 登場在超人作品片集中的例子 然後去到2014年的Urufess 其實每年的Urufess之前 都會聯同兒童雜誌 電視軍和TV Magazine 去舉行一個設計比賽 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題 最後會選選一位冠軍 例如2014年設計超人勝利的怪獸手臂 最後由巴勒坦的千手加龍炮 以及Tagongku的火焰球 而入選了冠軍 於是官方就會將冠軍 做成實物皮套 再登場在舞台劇裡面 接著去到2011年的Urufess 這次就不是舞台劇裡面 而是登場在展覽區的其中一個攤位 這個攤位就是跟小朋友多點互動 會做一些報偶的小劇場 也偶爾會有超人出來 做一下體操 有一些互動 其中一位登場的超人就是女超人Lala 設定上她就是紅族的女超人 同樣都是用電影超級銀河傳說裡面的露人皮套改成 腰間上面就有個深型的手袋 還穿著一雙白色的鞋 設定上她就是光之角的偶像團體 HKR48的一員 所謂的HKR可能就是光的日文Hikari的簡寫 然後就是2010年的Urufess 又是馬高斯18歲第一次去日本旅行 第一次去追Urufess的時候 所以記憶都很深刻 這一年的設計比賽就是幫超人ZERO 去設計一套新的強化裝甲 最後的冠軍就是ZERO SLACKER GEAR的SUPER FORMU 以及KIPA FORMU 前者胸口就會有個星星的圖案 後者就是手持著劍和盾 舞台劇裡面超人太郎就被光線打中 於是就反老頑童變成小太郎 然後就由超人ZERO去做了她的保姆 最後在戰鬥裡面ZERO就分成了三個分身 分別就是兩個著甲板和沒有甲板的ZERO 然後再遠一點去到2005年的Urufess 設定上面就由UDF持代Sunshine之步的 重永博士開發出Ulodrama Android 這位博士小時候就同景成為超級英雄 不過可惜她做不成 不過長大之後就立志成為博士 就要開發出保護大家的超級英雄 這個Ulodrama Android的機械人 造型上就近似初代超人 故事裡面就為了保護達達星人而被打爆 後來左飛又幫她復活 然後還跟原版的初代超人見面 還給初代超人讚她是真正的英雄 好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 我們去到2003年的Ulufess 不過因為年代有些久遠 加上是舞台劇的關係 所以比較難找資料 總之呢 2003年的舞台劇裡面 就是由超人高斯丹正做主角 然後就有超人王和尼奧兄弟 然後就由巴巴老星人假扮成為假的超人尼奧 至今為止 其實原來都有不少的假超人尼奧 第一個就是兒童雜誌Yoyko 在1974年9月刊登的假尼奧 這個假尼奧主要的特徵就是一個很大的黑眼圈 然後就是2003年的一個由巴巴老星人假扮 第三個就是Ulufess Ulufess Premia 2011年 這隻呢 就是機械超人尼奧 今次這條片 就講了Ulufess的部分原創角色 其實就不止以上這些那麼少 不同的舞台劇 都還有很多原創的超人和怪獸 看看未來的日子裡面 有沒有機會介紹給大家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給個LIKE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